我能有什么目的呢 我的目的就是爱你 转眼张杰谢娜已经结婚13年了 尽管依然有人不看好这段感情 但他们之间趋向有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爱 坚定的爱了十几年 事业巅峰期的张杰在颁奖典礼上公开练琴 又可以有我自己可以好好照顾着她的 在他们感情最困难的时候 跨年合唱的何必在一起 都以为是两人的感情绝唱 没想到张杰临时更改了歌词 求婚时她拿着遥控飞机 她以为是在玩闹 当她单膝下跪的一瞬间 目光所及是飞机下的那颗戒指 成功后抱着心爱的女生大声喊出 长大后才知道那样纯洁的爱恋有多难得 在流言分语中 他们向全世界大声宣告对彼此的爱欲 当谢娜在浪洁的舞台上说 想努力让粉丝觉得喜欢她不是一件丢脸的事 于是张杰在鸟巢几万人的演唱会上 对着谢娜大声表白 爱你的人此刻就站在台上 爱你是我最将的事情 他们的感情也永远是双向奔赴 谢娜会全情出情 张杰在鸟巢连开八天的演唱会 会在张杰抑郁症很严重的时候 每天拉着她到楼下 告诉她所有人都很爱她 张杰也会为了去接谢娜浪姐最后一期下班 即使飞机延误也要赶高铁过去 因为谢娜说自己喜欢的节目结束会难过 你来接我回家我就会没那么难过 从此谢娜每次录节目的最后一期 张杰都会去接她 即使是她随口一致的感叹词 她也要句句有回应 完全了解她 对她的下一步动作了如指掌 她在闹 她在笑 永远捧场 永远情绪价值拉满 有次张杰在节目里说 谢娜每次出门都要磨蹭很久 但是自己愿意陪着她 因为反正去哪都是为了跟她在一起 陪着她磨蹭也是在一起 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平时大家看到的娜姐都是大大咧咧的 但是结婚十多年 43岁的谢娜在杰哥面前 依然是会害羞的小女孩 这就是嫁给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所以要朝哪个方向磕头 才能拥有这样的爱情啊